卡德隆子不能跳 卡德隆子摸高是3米30多 好球 短期机会 调整好 太短了 王倩把球救起来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号 卡里罗打副攻的 但是这二号位置被罗打的 跟接影差不多 中国队现在换上八号汇热旗 来自江苏的小将 他是现在国家队队 在这个14名队员当中 年龄最小的 他是91年出生 91年3月4号 来自江苏南京人 对方发球输 杜热旗呢 身体全然不错 技术感觉也很好 那么一船呢 基本技术也不错 但是唯一就是年龄小 所以他的肌肉的力量 动作速率还是要差一点 古巴队又是一个失误 15比19 中国队把比分迫近一点 让古巴队感受到一些追兵的压力 你在这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 还是要紧张一点 古巴队一团没有到位 三人来往 古巴队失误 古巴队连续失误 大家暂停了 古巴队呢 这个多年以来都是采用四二配备 就是场上有两枚二船 而且两枚二船呢 都能够进攻 但是这种打法的弱点呢 就是使得三号位的 这个战术跑动进攻 很难作效 因为某一个球呢 他不知道这二船能不能插上 所以呢 打前攻比较多 包括三号位的球呢 也是高度比较高的 半高球比较多 这次的拳运会南排预赛呢 湖北队呢 也采用了这种打法 那么暴露的弱点也是 在战术组成上 成功率比较低 还得差三分 然后为强攻 抛球借外 古巴队连续的失误 古巴队集中在这一段失误 送了三分 而且都是扣球师 好球 米娜后排起球 背后期第一次扣球 直线 把球打死 18比19 挖队再次暂停 拍戏 金子 这边挖 淘汰 跃 然后最后 无数 男生 男生 求 孙子 中国列在第二次技术暂停的时候 十比十六之后 差了六分 这段第二次技术暂停之后 已经赶了上来 打了对手一个8比3 现在追到了18比19 这局比赛 中国队遇到这些困难 我们看到在主攻的位置上 已经换了好几个位置 两人都换了 他还是掉球 漂亮把他救起来 还有机会 二号位强攻 这球真是有威胁 打在了王一梅的脸上 真实际 这下也是打得够重 马上的观众都抱一掌声 和用这个加油的塑料棒 一起来祭祷 鼓励王一梅 古巴队现在心态上有一些变化 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像这失误偏差这么多 也是显示心态上心理上很急躁 中国队会了其他球 现在又让赵燕女主准备 你没换王一梅 全弓这几个点基本上都换了 哦空网 英娜 英娜宇也把这个球救一下 但是看这个球已经先落地 在这个王一梅救球的时候已经落地 这样古巴队也把比分拉开 中国这局比赛我们也看到 中国队当一传没有保证的时候呢 他战事攻打不出来 但我们强攻的弱点 对 所以现在古巴队就拼命的跳发 所以现在顶住希尔网的发球 这点是应该采用大力跳发的选手 好球 到位 后排进攻 把这双人篮网得分 三号卡里罗 这个球给拦住了 这个球其实未经认应该传着 这个马云文这个 半脚被飞就好了 等了半天没有到位的时候 还给这么一个后排 而且后排前面没有掩护 双人篮网的后排呢 有时候就很难听过 过往之后下坠很快 中国队的一传再次被破 蜈蚣过往 卡里罗真是有实力 这是一种气势 一对一 就从你二传这个复工的头上打 现在呢 这个女排比赛 特别像卡里罗 还有这个巴西的复工手 巴比安娜 像这种复工都是三号位 一对一突破的能力特别强 如果我们的复工身高上在 比如说差个十公分 根本就拦不住 他就直接从这来了 不需要任何战术 好球 被他拉得非常漂亮 拉开 现在也是看准机会 对方两个人都是偏到中路去 实现露出了一个大控当 中国队换上15号隐萌 来自河北的一个复工手 看看魏秋叶的发球怎么样 能不能奏效 魏秋叶的发球还是比较有特别 对方一团半到位 调整拉开强攻 以后接外 他还是比较怕 应该中共的现在网上拦网的高度也有 所以不是那么轻松 好球 中方遗传再次被破坏 又要依靠强攻 结果最后是一个退攻 中共的反击机会 很可惜 掉一下 拦网之后没有拦住 塔里罗在这几分球当中 他的三号位确实显示出了 这个一员猛将的那个气势 他三号位的高点快球 确实势大力成 而且这个队员出道非常早 也很有经验 86年今年才23岁 正打到伦敦都没有问题 这个球 其实卡里罗根本就没有到位 但是自己没有保存好球的位置 结果自己是输 虽然古巴队25比21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1比0领先 经历L800神行者 纯屏触控 GPS导航 双卡长代机 经历L800神行者 行天下 经历 好观众朋友 我们又回到了昆山的比赛现场 中国队和古巴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刚才第一局是古巴队25比21取胜 在这一局当中呢 根据我们工作人员的技术统计 古巴队在发球上直接得了5分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他们的扣球得了13分 篮网得了3分 依靠中国队的失误呢 送了4分 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 发球得了1分 扣球是得了11分 篮网只得了1分 依靠古巴的失误得了8分 员老师我觉得 其实古巴在这一局 从失误这个环境上来看 送给中国队 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他送了3分之1的分数 对 就是古巴还是有失误 但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特长 没有打出来好像 对 这次呢 这第一局我们看到 古巴队发球就是这种 威胁很大 这个我们在两个主攻的位置上 都做了人员调整